时隔多年悟空又用出了老技能残像拳 但这技能的原理终究还是速度四星龙瞬间试过 此时悟空和四星龙都很兴奋 虽然作为敌对方 但两人都很佩服对方的实力和人品 稍微歇息瞬间都打出两道光波相撞 引起巨大爆炸后 在天空他们又展开激情对决 四星龙突然发出光波悟空擦边闪过 但速度真的被碾压太多 悟空想要趁此反击时又瞬间被四星龙一把锁了 四星龙手上光波毫不留情对悟空头部轰出 悟空狠狠砸到墙上 很明显如果他不拿出对策应对对方的速度 那他将毕白 四星龙黑黑一笑再次拒出超大光波轰出 新一轮战斗再次打响 悟空亲近所有到最后还是没摸到四星龙一根毛发 在短暂思考后他一头将四星龙撞开 接着毫不拖延赶紧汇聚十倍规派起步 他想用力量优势找到突破某 可这明显行不通四星龙很快清醒 在他打出光波的瞬间急速近身一把打飞 悟空辛苦聚集的能量就这样化为乌有 四星龙认真解释就算你汇聚气功的速度 在快弹终究需要停顿 只要有停顿我就能追上 这给悟空找到了灵感再次尝试 快速的一边汇聚龟派气功一边移动位置 残象拳瞬间成形画成多个影子围绕四星龙 这就出现了开头那一幕再次被四星龙打的生活不能自理 他哇哇大叫狠狠撞到楼房上 无奈的自言自语根本没有办法 而此时四星龙的猛烈反击已经到来 悟空赶紧求饶大哥能不能让我休息一下 说完瞬间躲进楼房 在废墟中四星龙认真搜索 自信就这么点地方悟空绝对逃不了 果然很快他就看到前方又开始汇聚气功的悟空 不由很失望暗潮真的太笨了 生气的就要把悟空一击打败 强大的火焰急速喷射瞬间淹没悟空 可突然镜子破碎的咔咔声传出他惊讶了 当大胆不妙时已经挽了悟空的笑声从后面传来 这种实力的对决如果被抵住后脑那相当于背叛了死心 四星龙心处口服坦荡的对悟空认输让他动手 可悟空却收了手然后搭在他的肩上 他要还四星龙一个人情 原来就在刚刚四星龙将挑衅的小芳打倒抓在手中 看到悟空不知如何是好的模样 他丝毫不屑的就将小芳扔到一边 这也许是他的做人原则 但在悟空看来这就是一个大大的人情 说完后两人都同时闪身来到天空 对对方的敬佩之情更加之大 但作为敌对对手 他们还是要决出胜负战斗再次开始 可突然在四星龙发出的火焰光波的旁边出现一颗冰光波 突然的意外令悟空闪躲不及瞬间手臂就被冻住 偷袭者正是四星龙的哥哥三星龙